精致是女人一生的尊严 也是女人一生的财富 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女性 保持精致的状态 以及用高品质的穿搭来展现你的品位 才能让你由内而外的散发出高级的修养与涵养 看到真正的顶级名媛之后 你才能明白 一个有品位的女人从来不会仅仅依靠穿金带银来展现出自己的独特感 反而他们更加注重穿着打扮的高贵 知性和优雅用这些看似低调的穿搭来展现出自己最独特的美 第一章 认识顶级名媛 真名媛果真不同 顶级名媛何超穷 孟晚舟 李富珍 说到顶级名媛 何超穷 孟晚舟还有李富珍这三位 绝对要提及 他们三位拥有不同的身份 但相似的是都出生于优渥的家庭 并且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见证真正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女人是什么模样 他们不仅仅是拥有完美外表的花瓶 同时也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知性女性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如何提升穿搭 品味以及学识等 从而塑造成一个由内而外都有好气质的气质女神 真名媛vs假名媛 一眼就能看出 真正的名媛和刻意凹造型让自己假扮成名媛是有很明显区别的 像很多普通女生想要让自己看上去有名媛气质 故意去穿着一些设计华丽的服装 自以为这样精致且独特的剪裁能够体现出个人独特的身份 然而却因为用力过猛的打扮而显得油腻 但是去观察真名媛的搭配 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穿着打扮往往是很素雅的 虽然整体造型没有运用太多的时尚元素 但是每一处都透露着高贵感 而且非常的注重细节 也正因为这些细节反映出了身上独特的魅力 第二章 顶级名媛的美可以模仿 找到关键词最重要 皮肤好 名媛的皮肤管理一定是很到位的 一个人身份地位如果足够高 而且经济条件足够好 一定会非常的在乎自己的皮肤 反而如果你的皮肤粗糙不光滑 甚至脸上肤色不均匀 这样也会显得你个人的气质不好 状态不佳 也由此会反映出你的生活条件可能不太好 来看孟晚舟 何超琼 以及李富珍 虽然三位都已经人到中年 但是他们脸上皮肤光滑 没有瑕疵 就算有一小小的细纹 也完全不影响整体精神面貌的呈现 白皙光滑有光泽感的肌肤呈现出出众的状态 这可是普通人很难达到的 不穿金带银 配饰极简不夸张 总有一些女性她们以为要带一些夸张的配饰 才足以彰显出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及个人的地位 但很多设计夸张的首饰总给人一种爆发户的既视感 戴在身上不但没有提升气质 反而拉低了品位 再来看看这些真正的顶级名员佩戴的首饰设计简约 不会全身堆积各种金银首饰 简简单单反而更显魅力 发质顺滑不粗糙 发质管理也是成为气质女神的关键因素 就算长相精致 身材较好 但如果她头发干枯毛躁又凌乱 那也会因为发型直接毁了整体的气质 所以发质保养非常的重要 发型管理也十分必要 来看看这些名员的发质都是柔顺有光泽的 发色也很均匀 不会因为烫染过度而导致头发干枯 毛躁和分叉 也不会因为经常烫染导致头发发色不均 第三章 学顶级名员的极简搭配 从内而外打造好品位 一穿衣简约 有设计感但是不夸张 穿衣打扮重在平衡 穿得太花哨不行 穿得太简单朴素也不行 来看看这些名员的打扮 穿着搭配风格整体是以极简风为主 但是又会在一些细节上去注重小心机 比如说这些有特殊剪裁的基础款 虽然整体颜色还有设计看着比较简单 但也应用了独特的剪裁 彰显出了不一样的潮流感 二风格得体 不幼稚 高级贵气 而且身为名员 穿着打扮要拿捏适合自己的风格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千万不可以穿设计太跳脱 款式太幼稚的服装 像这样的衣服完全不符合你名员的身份地位 穿在身上也显得廉价 又或者一些结构复杂设计繁琐的服装 乍一看好看 但实际利用率低 穿在身上也会觉得用力过猛 我们应当去学习这些顶级名员的极简风搭配思路 在风格上依旧靠向优雅风格 不会去尝试过于跳脱幼稚 也不会去尝试过于性感的搭配 这种简简单单 温柔知性的打扮才适合成熟女性 搭配的大方得体 任何场合中都不容易出错 三配是点缀的恰到好处 远离浮夸配饰 前面我们也提及真正的气质女神 她们不会随时随刻穿金带银 把自己打扮得很暴发户 反而搭配低调简约 所以在选配饰的时候 我们要远离材质廉价 风格幼稚的首饰 以及设计浮夸又沉重的首饰 这些配饰都不利于提升品味 反而会暴露你低俗的审美 第四章 顶级名媛的美不是天生就有 后天管理更加重要 注重体态管理 身材管理是女人必修客 没有谁与生俱来就有着特别出挑的身材和气质 每个人都是靠后天不断的修炼 才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美 而这些顶级名媛也是如此 但是作为公众人物 时时刻刻注重身材管理和体态管理 不让自己的身材横向发展 也不让多余的坠肉显露出来 挺直腰板 肩膀打开 始终保持有形的身姿 成为一个真正的名媛 不仅仅是要在搭配风格上 向着这种高贵的名媛风靠拢 更重要的是 从内而外地去提升我们的审美和品味 表里合一 才能让我们从内而外地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并且用这种高级的突出魅力吸引到别人